好 國會風雲帶您掌握國會的最新消息 要先帶您來關注到的是 今天在交通委員會可以說是火爆現場 因為國民黨團的總召傅崑奇提出了 花東的快速公路的條例 那麼希望能夠來審查闖關 直播光是交通部在報告裡面呢 就已經講到了 這恐怕有違憲之餘 但是違憲兩個字 似乎就是踩到了傅崑奇的紅線 他今天在交通委員會相當生氣 一起來聽聽看這段質詢 是如此的羞愧交通人 什麼叫自愛男性 什麼叫違憲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市長還兼大法官 法律是由你們交通部來解釋的嗎 委員 我剛才談到 這一步實在羞愧啊 不是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來解釋 讀果 連立法委員都不能解釋法律 他們都不是大法官 可而且明天到晚大法官上升 現在令你們交通部也認為你們大法官 這是國會要尊嚴耶 國會在審議 輪到你們交通部說三道四嗎 要講什麼 審查要有正義 什麼叫有正義 要公平啊 什麼叫違憲之餘 是你們交通部可以來講的嗎 可以看到傅寬吉是大動肝火 甚至還兩度拍桌 來蹭交通部長王國才 那麼也讓整個交通委員會的氣氛 是緊張到了極點 只不過我們還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除了在交通委員會之外 現在另一個戰場似乎也開打 那就是高雄市長的選舉了 那麼現在前總統陳水扁就點名了 民主黨立委黃潔 他很適合去選高雄市長 只不過黃潔他是怎麼回應呢 一起來聽聽看 可以來討論未來的下一步 其實就是不排除可能嘛 那就到時候再做決定 因為現在決定還太早 沒有必要這麼早就做決定了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不過阿扁總統 應該是對於任何上他電視節目的人 他都會給予這樣的一個鼓勵 如果他要邀請我的話 我也一定會上去 而且我有保證這個陳水扁 這個前總統 因為他目前為止 都在他這個廣播節目當中 其實說到高雄地區蠻多人喜歡的 而且他現在已經完全跟過去的態度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只要能夠上他的節目 我想他對國民黨的很多的人會有所改革 接下來有可能參選高雄市長的三個人選 今天都發生了 包括了連許智傑都說他不排除選 不過時間還長 目前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 只不過呢 就國民黨的柯志恩 倒是開玩笑地說 現在誰去上陳水扁的節目 大概都會被點名吧 那麼如果陳前總統願意邀他的話 他非常樂意去上 甚至也很樂意被點名 值得去選高雄市長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